昨天有个梦应该拍的,但它忘掉了 来看一下 刚才这么玩 仓台上有三个梦机像仓口上面 把一个机跳上去的时候 把那个机就掉下来 我另外把它拖起来 没砸到地上 后来又放了一个机 把另外一个机长来掉下来 后来我看到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过来对我说 有妈妈呢 妈妈呢 我想她可能起来了 在上司手 这个小孩说 可能在上司手 然后她就安安静静 就没支撑了 这个女人呢 可能是我的住客 还不是 还有什么 可能我知道这个人 梦里边 好像就这些 梦里边说是我的住客 现在当中我没有住客 现在到底是谁我也忘了 我又看到哈里斯了 哈里斯了 哈里斯 人家问川普 说哈里斯的三个美德 其中有个美德说哈里斯很顽强 每次从仓台上掉下来的是个 既然有人好像给他捧回一下子 就没有砸死 然后又把它捧上去了 又没砸死 然后再把它捧上去 又掉下来了 但这次 第三次 第三次掉下来的时候 就没人捧它了 没人捧它了 这个鸡就直接就滚下来了 这次没人捧它了 你知道救援鸡的是什么人吗 当人们看到这个鸡是一个弱者的时候 是吧 人家本能的想来救援一下弱者 你现在都已经要 都要进行到总统了 你总统了 这个时候好像他的那个 标准比较大了 好像那个 看起来能量应该很大了 你毕竟这么大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进行的 这位能够超过这个总统了 因为你再进行总统 身份还是副总统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人能够再救他的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他的身份已经比人家高很多了 副总统 难道请个总统来救他 拜登来救他 拜登不救他 要踩他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川普说其中有个美的 他那个不死 胜不死 每次都能爬起来 但这一次 砰 重重地晒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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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得眼中都不见了 就像一个小孩子要找自己的妈妈 妈妈在哪里 不知道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 他以为是一个很厉害的 他能够冲当人家母亲的角色 实际上谁也被看到了 后来就掉下来 掉了下来 再也没起来 人家 人家 以为他是一个主人 说到去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住客而已 他根本不是主人 不是我们美国的主人 他也只是一个住客而已 他忘了他的身份了 他忘了他的身份 他以为他是主人了 原来是住客 被人家轰出去了 轰出去了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最后把他轰出去了 选民把他轰出去了 好 再见